卫视中文台一代女王代长辈出国的酸甜苦辣 曾观听与妈妈、武雄、杰奇、张克帆4月12日上卫视中文台一代女王,分享带爸妈出国的酸甜苦辣事。 刚脑出在飞机上面包事件的琪琪,成为大家王脑的对象,还被张克帆取了外号叫CP琪。 一开始琪琪说到每次带妈妈出国都吵不停,刚被问到为什么时, 主持人曾国成冷不防丢了一句,因为只给面包,让琪琪笑说,不要害我啦,就怕有声势。 没想到张克帆又补了句,还是面包要换吴宝春的,让琪琪气把出手想打他。 曾观听一年至少会带妈妈出国两次,因为曾观听八点当拍戏的角色常常要使坏,妈妈就规定出国玩的时候每天都要笑嘻嘻,这样玩起来才会尽兴,让曾观听每次出国就得陪笑脸。 有次母女俩通游欧洲却让曾观听哭笑不得,因为她每天都在大喊,妈,你在哪? 原来曾妈妈亲自己,走路很喜欢一马当仙,勇往直前,根本就没有在等曾观听,但由于欧洲有些地方很危险, 加上爬手又多,让曾观听每天都千丁明晚交代要同进同出,结果曾妈妈每天都说好好好,但还是自顾自地走。 终于某天到罗马市让曾观听大抓狂,因为刚好去到很多湾来湾去的街道小巷弄,巷内小店又多,曾妈妈逛着逛着突然说自己要去隔壁另一家店看看,再三保证不会乱跑,结果等曾观听去找她时,竟然找不到人了。 吓得曾观听立马打开YC机,就怕曾妈妈走出讯号范围外再也联络不到,没想到打网络电话时候,曾妈妈已经不在感应到的距离内, 该打国际电话给她也不接,让曾观听整个人超慌,一直在向弄奸奔走呼喊,最后根本就是在离原本很远的地方,约柔和接夜市前到尾的距离,发现她在那沙下买东西。 妈妈买得很开心,但是曾玉婷早就吓到全身冒冷汗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